韩国女星全智贤的日前去香港了 由于她赴港的消息封锁的很紧密 没有透露半点风声 所以其实也没有什么粉丝到机场去接机的 是的 但是啊 但是人家全妹妹呢 还是请来了五个保镖来保护自己 这个排场到底是想人知道呢 还是不想人知道呢 当天全智贤黑超遮面力求低调 但这前前后后贴身跟着的五个保镖 想让人不知道她是明星 都难了 身边的保镖们那是相当的尽职尽责 媒体们只能远远地观望着全智贤 完全就无法晋身呢 我说保安大哥别那么紧张嘛 倒是全智贤 无论是下电梯还是上车前 都不忘和在场的一众媒体回首道别 显得十分亲民 而好久不见已经嫁做人妇的全智贤 也并没有像之前媒体爆料照片中的那样身材变形 依然是窈窕可人 看来最近全智贤可没少在减肥这件事上费心呢 在香港逗留了短短的一天之后 全智贤就要回去了 前天到达时还穿着风衣的她 这会儿已经穿上了超短裙 而与来时不同呢 还有排场 不仅保安人数减少了 全妹妹还跟媒体亲切的打招呼了 看来这两天一夜的香港之行 还是很让她满意的 娱乐新年地全智贤瘦了也更美了 向港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订阅